好 今天第一場的陳情意見都已發言完畢 請問各位委員對於我們敘利機關還有陳情民眾 不曉得有沒有存詢的問題要提出 委員有沒有其他的問題要再詢問 就進一步的詢問 委員如果沒有特別詢問的話 那我們第一場次的報告和陳情說明 請問一下 對不起我只有一個問題 剛剛說那個一直強調說不屬於輪載後地區 是什麼意思啊 不屬於輪載後聚落是用什麼定義說不屬於 好麻煩 有沒有誰能回應 不用不用不用 誰能說明一下這個問題就好了 剛剛您提到說 所謂不屬於輪載後社區的 聚落 不屬於輪載後社區的 聚落的定義是什麼 因為說實在 我沒有說很常 因為我們是 輪載後聚落是50跟10年 我們是40 從頭到尾我們那邊 從頭到尾我們那邊 就沒有 都沒有納入診所 我們 將來我不能收到什麼 配 因為我是沒有錯 我跟將來不能收到什麼配 自從那個人載後聚落 那一集我們說 都去成立一個自救會 他就有到我家 我問學生 我們要不要 一起來聯時 來抗議 我說我不敢坐職 就跟我老公說什麼 了解 好教授 能不能請民航局或者是我們作業單位 用地圖上來表達一下 各位 這個 這邊在 陳佳灣 我剛剛來做個說明 當時這個輪子 或這個位置的話 當時是這樣 考量這個地區的話 只在補興區的下游 那這個是在第三跑道的 那個 所謂的下方 那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說當時考量這個地方 是以這個 它是屬於一種間地 再加上 這邊是屬於 北都市土地的 滾木用地 所以以這個 餘港路為中心 那周邊是屬於 那個一種間地 跟這個 這個 屬於那個 所謂 部門的農務用地 還有油氣用地 這邊整個把它拉進來 因為在整個 計畫的範圍這邊的話 這屬於海口裡的 一部分 因為它這部分的話 因為海口裡在 全部的地方被生 都剩下的周邊 周邊方園 周邊都沒有一個 生活的 所謂的生活機能的支持的 那個力道 所以依照我們的 在海口城 在人民城前 處理一屆的部分的話 它是屬於一個 因為部分被 徵收 所以造成它 生活機能不足 所以這邊才納入徵收 所以在這個 我們也有辦理一個 公開展覽的 那個說明會 另外也有通知 就是土地所有權者 去做處理 這個在 我們926次的都委會 才從 白影 整個納入進來 以上 報告 好 這裡沒有要辯論 這裡沒有要辯論 好不好 謝謝 好 前委 對 好 李議員 也是剛好 文仔後悔 因為我們看到 是有 都委會說 考量60分配的這個因素 我要請問 CD機關 在我們的 伸縮範圍內 有沒有哪一個 RD裡頭 它是60分配 有被替除 會 沒有 有 沒有 請 CD機關 報告一下 好嗎 會 在60分配提出的時候 大概 大 大概 大 大概 這個 一個 可以 大 大概這個就是不外公 然後這個就是出來的天涯 東陸海月的光明社區 大概這個未來他們都是在60分倍以內 那會留下來當年這些人大概也 他們也跟委會在委會申請了他們的種種 我只能講正反都有 當年基於一下的特殊原則下 又讓這些人留下來 事好事壞我覺得我們尊重這個決議 因為最主要當年會同意他理由 是因為未來我的第三跑道的中心線這樣搭過來 他這個東西不在我的進場面 是在我的水平面 那準金面 然後這個像不外公 後來他們會在今年 他們同意的是 當然也有很多因素 當然也大概也跟他們溝通 未來的這個地方的跑道 這一家跑道 現在這邊的高層大概最高 最低大概4.5 最高大概到7 未來這邊大概會填到13 這邊大概是10 那整個下來 未來沒有錯 海水 未來是一個跑率的問題 他大概沒有辦法用中壹海水 大概 七階白水可能跑不了 那 如果在這種暴雨下 能不能完全的改善 今天你在講的是分貝 不要再拉到其他利益好不好 那這個分貝下 所以讓他留 當年是這樣子 實在不影響 非安的一個妥協下 但是民間局的真正 我們也要這樣講 就是說 未來的營運上 這種分貝下 他們會不會抗議 我們不曉得 因為全部拆開了 這邊現在有其他的房子 所以他的分貝數可能 雖然是高 可是沒有那麼高 未來這邊整個都淨空掉 拆掉了 那 他們分貝會不會再提高 這個可能只能為未來來解決 那現在我們只能講 他是在不違反 我的禁建建的管制下 同意 雖然他的分貝超高 讓他留 好 好 謝謝說明 好 謝謝 好 請問委員 還問其他人 還是一下 主席 各位先進 剛剛蓄力機關 在簡化的時候 提到 這個民眾 陳情的建樹裡頭 有59% 是因為 協議價格 太低 那蓄力機關 剛剛有報告說 已經請 台灣市政府調整 那調整之後呢 反應又是如何 好像沒有 就 我們剛剛在 聽檢報的時候好像沒有 沒有聽到虛擬機關 有針對調整之後 民眾的反應有沒有因此而降低 好 剛剛沒有 沒有提到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有關於安置計畫 那蓄力機關 所提的安置計畫 基本上我認為它 有多樣性 而且 相當用心 到底受影響範圍的家戶 接受情形如何 剛才有人權團體也提出來 希望虛擬機關 做好這個家戶調查 搞不好做好家戶調查之後呢 反對的聲音會因此而降低 也不一定 那我希望 這個虛擬機關能夠把 你的安置計畫呢 比較坦然的去面對 這個範圍裡面的所有的家戶 去跟他們講清楚 政府所提的安置計畫 有ABCDE當你選擇 我是希望虛擬機關 在這個部分能夠加強 因為我看到今天的第二個案子呢 延伸又延伸出 這個第一級的這個區段徵收 那我想昨天看到這個 這個審查案 我就想到說 這好比一個乳牛腸 本來講的兩頭乳牛 那為了增加一頭乳牛 結果 這個乳 那個牛奶加工廠也跟著進來 觀光工廠也加的進來 所以才會有 這個機場專用區 我看他的用地需求是 六百多公頃 六百多公頃 那現在呢 暴增到 多少 一千 一千 一千一百八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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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受影響的負數呢 這個徵收的比數呢 是九千八百七十一 那如果再 再有第一題的話呢 各位可以看到 徵收的面積呢 又增加了 如果是我們就先討論一下 這個地方好不好 所以 等一下再一起討論其他 沒有止境的膨脹 沒有止境的膨脹 這是令人甘心的地方 所以 希望虛擬機關 對於家務調查的部分呢 能夠落實 就麻煩虛擬機關正在安置說明 再來補充說明一下 好 這邊先問我 這邊先問我